这都是我的同行 张律师 周律师 李律师 我们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老袁 向后你知道吧 徐颖 我们的师姐 记得吗 你好 徐师姐 好久不见 原来你们怎么认识啊 当然了 莫生虽然跟我们不是同一个系的 但是在我们法律系 可是大名鼎鼎哦 是我们何大才子的女朋友吗 无人不知 不是吧 我们何律师不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吗 居然大学还谈恋爱 也有一次让人刮目相看的 莫生 当年我可是围观了 你追求已撑的全过程啊 要不要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谈谈你们的恋爱史 嗯 教授 通知一下媒体吧 嗯 其实宇琛她很好追的 你只要厚着脸皮死缠烂打 一哭二闹三上吊 然后她就 她就 她就举手投降了 我一直以为 作为一个女人 应该矜持一点 嗯 当时没有想太多 不不不不 我都忘了 一直没有机会问 今天可让我带着机会 嗯 当初 是你 抛弃了已撑 去了美国 对不对 甩已撑 这 这从何说起 没有啊 不是 你是不是去了美国 嗯 你以前是不是她女朋友 不是 这就对了 那就是你抛弃的她呀 哎 老袁 老袁 哎 你要喝酒吗 来来来来 咱们一起那个 敬家属一杯酒好不好 来来来来 再喝 你真 你为什么不说 说什么 他们似乎以为 是我甩了你 可是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不解释 怎么解释 连我自己都这么认为 我到现在还在怀疑 我认为 那是你 你怎么回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要怎么告诉她 陆氏 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陌生非常喜欢 如果你愿意和陌生一起去美国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会负责 包括学校签证费用 这些都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觉得你对我有些偏见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而且我也觉得 一个人出身贫寒 并没有什么过错 希望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只是想用我的能力 帮助你和陌生 挖进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对 对 恐怕我无法相信 为什么 对 对